为了缩短城乡教育资源差距 新北市教育局建置英语线上学习资源 让偏乡的孩子也能够享有相同的教育品质 一方面也免去了家长还要额外负担课后教学的费用 进一步打造新北市在2030年成为双语城市 新北市昌平国小的学生以全英语的方式来演绎歌曲 边唱边跳相当可爱 2030年台湾将会推向双语国家的行列 新北市更早在108学年度就宣布双语城市的愿景 全力推动双语教育 整个双语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科技双语 运用我们因为现在的学习 我们要强调的是更多的自主学习 那我们必须善用更多好的科技的工具 能够帮助孩子在发音 像今天非常感谢企业界的捐赠 能够将Easy Talking这样的一个APP 能够捐给我们的偏乡的孩子们 在平常就可以透过我们的手机或是平板 就可以来练习发音 像这样的一个工具是 可以重复无条件的一直使用练习的 透过民间的资源导入线上双语自学平台 即便是偏乡的孩子也不用上课补习 线上双语的教学就能够满足 城乡之间的共同需求 而另外这一本本生动结合图示的双语课本 更成为了推动双语教育的力气 我们生活化或是模式的多元 师资的专业 还有在地化的双语课程 等等我们新北市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 2026我们希望校校有双语师资 2030当然校校能够有双语的课程 我想这个才能够把双语教育从小扎根 我们也经过一个实验跟调查 大概八成以上的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个APP 能够有很好的满意度 新北市落实双语教育 预计在2026年达到每一所学校都有双语师资 2030年校校都有双语课程 包括了每周一天的英语日 英素魔法学院营队 东夏令双语营以及英语竞赛 落实双语教育 从日常生活就能够爱上说英语